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此进入豪门拿到14亿赔价 究竟是怎么用500万迎娶到赌王之女 姐弟恋金钱交易 了解到俩人的感情真相后 众多群众也是大呼反转 许多人对于婚姻当中都有着梦寐以求的豪门梦 而现实世界还可以上演男版嫁入豪门 事实上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婚姻 男方也绝不是普通的泛泛之辈 超级富豪赌王何鸿燊娶了四房一太太 生下了六子十一女 赌王四房找女何超盈的婚礼引起了轰动 因为男女方身份悬殊 各方媒体争相报道 而男方并非是什么世家豪门 只是一个普通的东北小伙 所以这一场婚姻自然吸引了无数眼光 这场豪门之路如何走的 因为是赌王的孩子 很小的时候何超盈都被格外的关注 而母亲四太梁安琪对这个女儿管理并不太严格 给予了何超盈自由的成长空间 何超盈16岁那年 梁安琪突然看到一篇娱乐报道 预报中的记者说 何超盈和一个女孩子关系密切 成为了一个同性恋 平时对女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母亲 梁安琪坐不住了 认为自己对女儿管理太松了 决定加强管教 梁安琪不顾女儿的反对 把女儿送去了英国学习金融 为以后管理公司做好准备 此时年轻的何超盈表现出对母亲的不解 此时的她其实更喜欢艺术系 即使去到了国外她也把自己的专业 由金融改为了艺术 18岁时成年的何超盈认识了男友Greg 两人一起都在学习艺术 何超盈非常喜欢Greg 学习上变得比以前更努力 为了共同的艺术目标 何超盈对媒体朋友家人都表示 以后要和Greg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 年少的感情总是充满曲折且不成熟 2013年两人分手 感情历经失败的何超盈内心大伤又变回了当初那个成日喝酒的状态 此刻的她并不知道 冥冥之中上天一定会安排到最适合的爱人给到她 新奇隆出生于1998年哈尔滨市 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新奇隆的奶奶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妥妥的高知分子 新奇隆在这种环境中 从小就在各种书籍知识中长大 父母后来下海做生意 在护肤品领域站稳脚跟 新奇隆则衣食无忧更加专心地学习了 新奇隆从小就有儒雅的气质 然而一眼看到感觉是那种高智商的知识分子 高智商从此以后也成了新奇隆的代名词 少年时期的新奇隆进入哈尔滨第十七中学 成绩名列前茅 15岁的新奇隆考上了当时最好的高中 哈尔滨三中 当地很多清华的高材生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新奇隆高中三年进入尖子班后 成绩一直都在班级前十 这个四十人的尖子班中 有十二名都被清华北大录取了 新奇隆的学霸之路远远没有人们想的那样简单 新奇隆的目标则看得更远 早在高一就把目标锁定在哈佛大学 十七岁时 新奇隆在美国大学学术能力测试中 以2260分的好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 当年整个哈尔滨只有他一人考入哈佛大学 成为众多学子未来的榜样 面对媒体 新奇隆也是自信地说 考上哈佛并非不可完成的梦想 只要肯努力奋斗 哈佛的大门一定会为你敞开的 新奇隆去往美国读书 继续开启学霸之路 那一年他才18岁 早在很小的时候 新奇隆就随着父母周游世界各国 有着很高的思想深度和社交能力 不光知识学习能力 在体育成绩上 新奇隆也非常出色 戈尔夫打得精准 篮球打得帅气 尤其是剑道接近专业水平 后担任哈佛剑道社副队长 新奇隆多方面发展 自然吸引了众多目光 新奇隆的广泛活跃 让他在学校交到了很多朋友 在次欧美名校联谊中 新奇隆认识了麻省理工大学的何游君 何游君是何鸿燊的儿子 何超营的弟弟 有了何游君搭桥 新奇隆认识了何超营 此刻的何超营借助工作 从感情中已经走了出来 母亲梁安琪给了她一家公司 靠着对工作的努力 商业的天赋 没过多久 她就升为保利澳门首席执行官 随着年龄的增加 媒体们也越来越关注 何超营的感情生活 都想知道 到底谁能赢取 如此优秀的豪门千金 每次遇到媒体采访到感情问题 她都坦然表示 自己不会去强求 何超营在弟弟何游君的大学交接会中 经过介绍 认识了东北小伙新奇隆 帅气儒雅的新奇隆 一下吸引到了何超营 而新奇隆也对何超营 表达出了自己的喜欢 俩人一见钟情 活动结束后 新奇隆对大自己八岁的何超营 展开猛烈的追求 新奇隆非常优秀 可毕竟和何超营不是一个圈子的 何超营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备受瞩目 一举一动都可能登上媒体 新奇隆更多的是在学术界出类拔萃 两人之间的身处环境 成为了最大的阻碍 可是新奇隆在追求何超营的过程中 展现出来的成熟 以及男性魅力 让何超营及何游君都很折服 何超营面对新奇隆的追求 最终两人谈起了恋爱 曾在澳门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 何超营在记者会上 被问起了这段感情 何超营大方地承认 自己已经有了新恋情了 何超营大方地说 我已经找到另一半了 近期就会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 说着的时候 脸上浮现出幸福的模样 二十岁的新奇隆 很快见到了浮沉半生的赌王 不凡的谈吐 儒雅的气质 见解独特而有品味 这是赌王何鸿燊对新奇隆的感受 虽然之前何鸿燊对新奇隆 及家庭都做过详细调查 但是这次谈话 更增加了何鸿燊的好感 怨人无数的何鸿燊 对新奇隆表示了肯定 而何超营的母亲梁安琪 也非常满意 能得到叱咤风云 岁月浮沉赌王夫妻的认可 说明交际中 新奇隆也是有着不凡的过人之处 双方父母都非常同意婚事后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顺利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也是恩爱甜蜜 面对曾经感情受伤的何超营 新奇隆则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 何超营也是时不时 在社交账号上学学恩爱 两人或逛街或一起吃火锅 每次都能看到小情侣俩幸福的笑容 何超营在不久后 晒出了新奇隆的求婚视频 场面幸福温馨 新奇隆拿出自己准备好的数百万的 伍克拉大钻戒 何超营在视频上复言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在29岁的时候 何超营对外高调宣布自己怀孕 同年6月 双方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 此刻的赌王 97岁的高龄身体不适 没有参加 除此之外 吸引了港澳富豪圈内巨大的关注 新奇隆家带来的彩礼 金项链翡翠 玉石珠宝堆积了整个屋子 已经有些大肚子身穿凤袍的何超营 开心地笑着像一个孩子 新奇隆则是一直从前到后 都护在已有身孕的妻子前后 新奇隆的彩礼 和赌王夫妻俩赠送的陪价 比起来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赌王送了一栋别墅 价值五亿 各类珠宝价值一亿 母亲梁安琪送的是一套 为富豪去的豪宅 价值八亿港币 何超营每月光租金 可收120万 另外还有两套配置齐全 过亿的豪宅给予赐助 折合成人民币超14亿元 两个多月后 何超营的女儿荷包蛋出生 21岁的新奇隆 距离成为何家女婿 就只差一场婚礼了 女儿降生之后 何超营对自己 在文化艺术公司的工作 放缓了脚步 2020年5月 98岁的赌王何鸿燊死去 四房妻子和17名子女 陷入了争夺赌王千亿遗产的争斗 财产的分割中 大房被二房三房四房 何力挤出局 占据CV的二房何超穷 分得了最多的26.44% 三房陈婉珍不争不抢 平安生儿育女 获得了15.81% 四房梁安琪 也就是何超营的母亲 分得了6.86% 外加48亿元的澳伯股份 成为继何鸿燊后的澳伯第二大股东 再加上本身四台生意就做得很大 生意涉足多个行业 资产已过百亿 不过已经生育的何超穷 此刻云淡风轻斑 对于遗产的争斗分配少有表现 在何超营晒出的日常生活照中 星期龙抱着吉他在家里浅吟低唱 女儿长着胖乎乎的小手 在爸爸息前嬉戏 场面温馨有爱 更令人称奇的是 星期龙的高智商完美的遗传给了女儿 何包蛋在一岁时 就能在妈妈的指导下 用小手指认墙壁上贴着的数字 英文字母惩罚口诀 也然一副小学霸模样 果然优秀是会传染 星期龙婚后不久便成功就任哈佛大学中国论坛第一届联席主席 何超营则在拙力打造第一家澳门艺术酒店 然依旧齐头并进 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发展 有人说能力是一种底气 这话一点不假 在和何超营日常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星期龙自信从容 看不到一丝卑微 当别人献艳星期龙跃入龙门 成为人生赢家时 赌王家也未曾不庆幸能找到这样一个优秀的成龙快序 知识改变命运 在星期龙身上得到了有力印证 近期何超营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 和萌娃摆着pose 或是分享一些育娃心得 现在的何超营和一个普通的晒娃狂魔宝妈没有区别